请订阅陈日君除了想到他是天主教荣优书姬, 我想大部分香港人都会联想起黎智英和二千万。 毕竟,陈书姬这个撑皇的政治印象, 比起他的宗教形象更深入民心。 上星期,这个政治目人又有新搞作, 因为香港天主教的主教人选已经元康了一年半, 陈日君听说教庭有意任命亲中派的蔡慧民神父担任这个职务, 于是千里迢迢走半个地球去到凡帝光, 求见教宗方祭国去督背井。 谁知等了一百二十个钟都不获教宗的接见, 于是好无人地回到香港。 据罗马第一大报《信史报》的报导, 陈日君第一日就向教宗的私人秘书递交了陈情信, 并且要求要见教宗。 他直言,如果教区任命蔡慧民作为主教, 将会是一场世纪灾难。 他甚至施责教区因为北京的喜好而任命蔡慧民是荒谬之极, 也指教庭如果跟中国逐签主教任命协议的这个想法是非常疯狂, 如同附祸魔鬼。 陈日君交下陈情书后, 给教宗留言, 他说,声负,我在罗马会停留四日, 请你随时打电话给我, 无论日后或者夜晚都可以。 结果,教宗没有打电话给他, 陈日君在9月27日, 幸幸言地收拾行李回到香港。 教宗拒绝见这位远度而来的荣优书记, 不知道陈日君回到香港之后, 会不会好好地惨悔, 否认原因呢? 或者我们用逐世人的眼光, 去帮他检讨一下他作为牧者的问题? 众所周知,反对派金主黎智英一直利用政治捐款来控制香港的各个阶层, 而当中获得最多捐款的原来就是陈日君。 但是2006年到2010年的4年之间, 陈日君就累计接受了黎智英一共2000万的捐款。 2006年的2月,当陈日君一升了做书记, 黎智英就私人送了500万给他。 事件被揭发之后, 陈日君向记者直认, 他说,黎智英是捐了很多钱, 是百分百捐给我,不是捐给教区的。 起初一两次,黎智英是用支票捐款, 之后就改用银行本票, 估计是不想让人知道捐款这件事。 我绝对不觉得需要向教区交代, 也都从来没有主动向教区交代。 但是有部分教区的神职人员是知道我接受有些人的捐款的, 因为他见到我的用钱情况, 绝对不是说教友捐几百元可以做到的, 所以知道有人捐钱给我。 没错我是败家精, 因为这些捐款已经用剩几十万, 希望黎生会继续捐,果然陈日君得偿所愿。 据《东风日报》莫得机密的资料, 发现黎智英在2013年也向陈日君捐了600万。 这些仅仅是我们偶尔被揭发的数目, 而未被发现的有多少,大家心中有数。 陈日君认识富豪黎智英是源于一个政治媒人李柱明, 因为肥佬黎第二任太太李运琴是天主教徒, 而李运琴的姐夫就是民主党的元老杨森, 于是黎智英第二段婚姻也将他与民主派结下不解之缘。 后来,黎智英信奉天主教, 亦是由黎柱明推荐给陈日君亲自帮他施洗的。 而当中亦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插曲, 就是刚刚入教的新丁教徒黎智英, 他竟然可以跟陈日君远赴梵帝纲和教宗见面并且握手。 当时教会很多教徒都不明所以, 因为论之牌背, 怎算都不会轮到刚刚入教几年的黎智英去见教宗。 当然,近年大家就会明白了为什么。 当宗教领袖失去了他的道德感染力, 失去了牧者的风骨, 教宗的无眼看, 绝对是可以理解的。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, 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,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,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, 和按下个铃铃呀! 多谢大家!